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我们的一位选手是这次比赛当中的黑马 名不见经传的赵敬成 他是在南海大学毕业的 应该说在以前的比赛中可能不太引人注目 在这次比赛中有相当精彩的出色的表现 我们今天请到的蒋奇大家宾是上海金外滩 象棋队的队员象棋大师郑银小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郑银我想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全国个人锦标赛当中反反复复的一些变化 你来介绍一下 就是赛事到了第五轮的时候 当时荀川特级大师他是以四联胜匹马领先 然后他第五轮就对到了赵金城 赵金城当时还是一位一级运动员 大师都还没有取得大师称号 还不是大师 对 然后赛前当时有报道说赛前吃饭的时候 很多棋手都在议论 说今年估计徐银川又要夺冠了 因为在11轮棋当中 如果说取得五连胜 优势比赛是算累进分的 那这个优势是很大了 基本上他们就觉得这个冠军是要属于徐银川的 非徐银川没所 因为我们也知道像棋现在和棋很多 所以他们连续四连胜 如果这一局再取胜的话 应该说独冠是不难了 关键就看这一局棋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解一下 这一局棋杀的也非常的精彩 下面我们就看看对局的经过 这盘棋徐银川又是直线 泡尔平五 拿着先行自立 去方马八进七 准备是屏风马 后方马二进三 因为之前赵金城他选的布局都是相对比较冷僻的 他曾在第二轮中对上海的特技大师谢静 也是本届赛事的冠军 他当时后走走的是顺炮 等于他的布局还是比较变化比较多 黑方鞠九拼八 红方冰七进一 没有直接出局 黑方祖七进一 目前赵金城的这个成绩是三胜一合 如果这盘棋何棋 许盈川应该也是能接受 红方马八进七 红方许盈川并没有选择出直局 选择马八进七 这样基本上就是要形成一个横距七路码的这个开局的形式 就是比较稳 因为新出局的话可能现在有多了一个左抛风局 对 因为有些如果这样马不跳的话 对 然后就算黑方走马二进三 居二进六 还原成过河居的话 变化也是比较复杂 因为现在年轻棋手的普遍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布局相当的好 那许盈川特技家是走了这个马八进七 可能也是想走那种稳一点 慢慢慢慢这个虚途进攻的这种开局 比较适合他的风格 黑方泡八瓶九 三不虎 我们就说 如果现在依旧马二进三的话呢 也是一种不同的选择 对 这个时候呢 如果不三不虎的话 他可以跳正屏风马 撑屏风马的话 红方就居一进一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居一平二的话呢 又会演变成另外一种 可能是炮二进四这样的一个布局 可能变成双炮过河 你兵五进一 我再炮八进四 这个先后次序换一下呢 他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我们还原一下 黑方这个马二进三没有先定型 他做的 走的是选择的是三不虎 我们说从开局出去跳马平炮 这就是最强有力的这种手段 就要三不虎 那寻传马七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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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锋马 哦 他是一个 我记得除了马七进六 另外还有 居一进一也是可以 嗯 比较多的 应该跳居一进一 走居一进一也是可以 他现在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的话 也是直接看一下黑方的应手 因为黑方黑方的左翼已经拘开出来了 那现在要动右边了 他应该是飞向还是跳马呢 好像相三进五好一点啊 活一点是吧 赵金城选择的是相三进五 嗯 那相比较相三进五的话 另外两种马二进三跟四四进五下的人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演变几个回合试试看 如果四四进五 如果四四进五 那红邦可能居一进一 嗯 黑方不像 居居马先不定型 他灵活掌握 我是马二进四 还是马二进一 马二进三 看一看 红邦居九进一 嗯 这样的话 黑方一般不会马二进四 因为这个 市也补了 好像这个路比较少 黑方可能 马二进三 这样的话 红邦有一个居一平六 这个布局我记得也是 我上海特技大师孙永珍 他在比赛当中 使用过 居一平六 居先掩护住自己的马 然后可能在拆炮啊 对黑方的这边右翼 实际加压力 看上去是红方好一点啊 嗯 黑方蛮功勇的 但是总是红方进去的机会更多 对这个就是打阵地战 嗯 所以这样的布局对年轻的小赵来说肯定是不愿意啊 嗯 那赵金城 他没有选择 十四进五 他选择了 向三进五 还有过马二进三呢 我正马跳起来 堂堂正正的 哎 我会怎么样呢 马二进三的话 红方也是 最经意 黑方 不是 一般这个阵型都是要不是像 红方泡五平七 黑方可能也是不像 嗯 红方已经泡五平七拆炮之后 这里就可以 可以向七进五 黑方如果出居的话 那红方也是巡河泡保住 那不管怎么选择这个布局还是比较容易下到这样的阵地战 嗯 红方这个 嗯 很功勇啊 总归是占了先行之力啊 应该这样说 对 也是许大师 许大仙 他是比较喜欢的这样的这个布局啊 好 那我们把它还原 这小赵呢 毕竟是粗粗茅庐啊 他是不愿意这么选择 好 飞向 小赵进五之后 红方还是依旧 居易经营 那他肯定应该是马二进四 嗯 他如果黑方想还原的话 他也可以再不是 再不是啊 对 马二进四 做了比较少的这个变化 马二进四 嗯 马二进四之后 红方许英川 他并没有走比较常见的居酒进一 或者居酒瓶六 嗯 而是选择了泡八进二 哦 可能也是一再要脱普 嗯 这个好像质用不是太大 我感觉啊 可能也是想考验一下年轻的棋手 你会不会这个硬搭啊 对 如果说从正常的布局这个发展的角度应该是要走居酒进一或者居一平六 嗯 肯定是要攻击一下黑方的这个拐脚马 我抛八进二的目的是掩护这个马 但是人家向飞好了以后将来冰三进一或者将来居一平三 就把你这条防线给打打破了啊 对 一旦黑方的一路居这边对出来的话 那黑方的阵型就很公稳了 那黑方 的确居一平三 居一平三 那现在还是要居酒进一还是居一平六呢 同方先连一下居 先连起来 居酒进一 为了防止攻击这个马黑方泡二居四 这个拐脚马泡二居四也走的比较多 要给自己的马腾出一条路来 将来可以马失禁二项 嗯 但是这个拐脚马一旦处理不好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 嗯 很难安排这个马 就是这个马走了活了 我就反省了 这个拐脚马如果很 阿拉桑上海话说你别很不灵活的话 那就危险了 嗯 那现在如果黑方是要马尔进马斯金二这条路的话 那居一双很针锋相对的 居酒平八 很有针对心 先把黑方这个路先管一管 让黑方暂时还不能跳出来 那黑方补了一个试试试进武 等待一下 你有什么更好的有威力的这个肘子的方法 现在补一个 对 现在看上去 尽管其变 嗯 好像双方都撑着了 要看红方怎么样找这个突破口 那特级大雪云川 泡五平七还是平九呢 我觉得这个中泡已经失去作用了 很敏锐的泡五平九 嗯 边线 它从边线发起进攻 嗯 那黑方鞠八进三 这个鞠八进三也是这种封闭的盘面下 比较好的一种走法 它通过自己的防线先先先稳住 对 因为红方既然已经把中泡挪开了 那我可以鞠八进三 以后再拱中兵 把自己这条驱路打开 只要如果说黑的鞠守住了兵临线 那感觉这个形式还是不错的 红方也很公稳 像七进五 补一手 并五进一 一方足进一 那往往下到这种盘的时候 红方就是要 要精心选择了 对 它要搜寻一下哪个地方有突破口 那红方走得很灵活 看上去好像是 感觉像黑帮撑住了 那很好的进攻点 我们看看 许大仙 马六退四 它是准备 是中兵 把这个位置走好 对 本来看上去这个局面好像很拥挤的感觉 但是许大仙下得很灵活 因为中兵 它是放弃呢 还是举八平物宝 好像放弃也没关系 黑帮选择了马七进六 它放弃中兵了 对 但是 其实也可以考虑 把这个兵堆起来 打开三路这个通道 因为黑帮这个局总是要 你亮头了之后 接下来马四进二这些棋才能够跟上来 没想到如果它能不能吃呢 不理你 如果吃的话可能要举八平物了吧 能不能拱中兵呢 你抓 拱中兵 或者说黑帮现在也能直接换掉 换了之后再聚三进四 或者黑帮就这样换掉之后 就顶上来 因为黑帮这样全部打开之后 这个局 好像守住了这个兵临线了 这是要道 对 而且堆三兵的时候 黑帮也不怕 红帮拱酒瓶器拖 如果炮酒瓶器拖的话 黑帮还可以抛四瓶三 互相牵制住 现在这个中兵也不重要 对 黑帮这个局的位置相当好 那也是一种选择 对 的确是 但是黑帮并没有选择把这个局亮出来 黑帮选择了马七金六 赵金琛好像这位选手 我觉得也是拼进撒棋蛮厉害的 他不一定就是说下棋的这个功夫有多深 对 因为对 结果这次比赛有很多奇迷都说 赵地成一是他选择的布局比较得当 二是他这个杀棋也不错 那黑帮马七金六之后 那黑帮马七金六之后 后方 吃种冰 黑帮走了马六金五 这不起就有一点问题了 他是说你吃吃我这个平均 这个在词毁是吧 对 从黑帮的角度他可能想马六金五 马六金五 马三金五 马三金五 把马连上去马五金三 对 红方可以跳马 并且敬意一吃 马五退三 多了一个三冰 对 这棋还是我觉得差的不多 对差的不多 但是许云餐很擅长下这样的棋 对 多一个冰 然后位置都很公正的 对 因为许云餐就是靠功夫来取胜的 他不是靠杀棋来取胜 对 那从黑帮这部马六金五 就可以看出 小将赵金成 他还是 应该说还是对许云餐心里 还是有点有顾忌的 所以他简化下 应该说也是正常 毕竟许大仙对面的许云餐是 成名有成就的 而且等级分排名 始终在一二三位之间的 这样的一位顶级选手 那马六金五之后 许云餐自然是不会让他这么 轻易的就简化了 没有吃 马三金五没有吃 经过计算 红方走了马五金六 吃胖 交换这个胖 那需要很深的算度 因为黑方 黑方一个吃马 一个是四五金四也可以考虑 另外一个他是不是进去脊柱也可以 他怎么选择呢 他是不是这里吃 黑方马五金七 因为这是先手 对 而且如果吃马的话 这边吃上来 可能要给他 他能不能打呢 如果打的话 可能就违背红方这个出众了 打了 胖也可以打过了 对 如果说红方简单的这样一打 这个胖也打过了 那这样的盘面还不如之前换掉之后 多一个兵 多一个兵 慢慢来 慢慢磨 那这样许云川选择了马五金六 那肯定不是为了这么闲话 不是 这样的话 他拿着线索还是有想法的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会合齐的 那红方 泡八纪五 刚才还做许云川很稳健的 突然现在这个很凶啊 这不我觉得是妙气啊 真好 浸泡一僵 正好你马不能吃泡 鞠也不能吃 我这个四脚这个马在 对 这个红方是又不打马 又不躲鞠 又不躲马 三个子都在你口里面 他都 装没看到 这个很厉害 这个浸泡一僵 那只能鞠三斤二几周 鞠三斤二 鞠马 那这个时候就 我还记得当时这个 在那个直播的时候啊 齐密都近乎 徐云川要赢了 可见大家对这个红方 这个形势啊 都是判断很乐观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比赛啊 其实啊 在新浪网也好 在广东象棋网也好 在中国棋牌网都能看到 那么 我呢 一般是在广东的那个棋牌网上看这个赛事啊 广东有一个棋牌网叫广东象棋网 一般都在这个上面看 对 都是时框转播的 那很多奇迷都讨论的很激烈 嗯 那徐云川实在走了G1平4 先躲一下 那他现在还是不打马 如果打马 可能又简化了 是吧 对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炮酒精4 可能有的起迷回收会什么不打兵 这里下去是绝杀是吧 嗯 那黑芳其实是可以硬的 他炮G3平1 抓 对 这个因为这个G你始终不躲的话 黑芳也 红方也欠一手棋 嗯 那一抓的话 红方可能要选择打G 打G之后 黑芳也是 吃 马金就吃 那现在红方这个六路马肯定不愿意丢 丢了之后兵种不太好 那如果红方躲马 黑芳也是躲马 你下一步就拦不住黑芳G平2 这样下到这样的形式可能就没有这么乐观了 黑芳也是可以下的 那许云川肯定也是看到了这个变化 并没有扩大优势 嗯 没有这么选择啊 以为炮打兵 是叫杀打G 因为你这个G也在他的口子里面 对 这个始终是要欠一步棋 那许云川是选择了G平4 我如果打麻交换的话 是不是太简单了 如果这个打麻的话呢 打麻的话呢 他去吃麻 去吃麻 或者炮打麻也有可能 嗯 你平炮他有一个对G 对 你如果炮8平9的话 他G3平2给你这个G对了 对 现在还对着这个 对 马一对掉之后就牵制不住黑芳的四路马了 那G平4应该说还是很好的选择 对 好的选择 那这个时候黑帮做了足一进一 换兵之机 嗯 这一招也很好啊 省得你下一步要炮打兵了 嗯 要打G 要要要要刷 要较加 对 复盘的时候 许云川好像也说是他有一点忽略这一步棋了 形式看上去还是红旗好一点 你赞同吧 对 肯定是红旗比较子力比较高 可能寻裁以为马上能入门了 对 但这个就没有这么入关 你不能说是马上入门 对 那足一进一之后 群川还是走得比较准的 点下去 一点也没有手软 嗯 这个 现在判断一下的话 还是这个红旗马 不能回了 回了这个堆掉之后 好像 好像就 太平稳了 对 太平稳了 那G8进去之后 也是逼着黑方交换 黑方 泡9平4 八嘛 后方G8平6 这看上去还是红旗号 应该还是红旗号 黑方G3平2 对 局面下来到这里 应该很多旗迷都看到了 可以炮打式 但是实战当中 熊川可能是对这个棋还是有点过风乐观 太乐观了 对 他可能 他 他没有打式 对 没有打式 走了泡泡瓶酒 哦 可能是比较乐观 我这边有勾 你这个马 你也没有什么好的位置 他是这么个理解 对 他可能想这个局 还离不开这条线 嗯 要打式 都能打 但是恰恰这一步棋 连黑方 有了机会 应该说 当时看实战的时候 红旺泡瓶酒之后 黑方这步棋下来非常快 就要进屋 应该小小将 这里你自己有问题了 小将赵金城应该他也是看到了机会 因为我们看一下 如果泡打式的话 他比较简明啊 对 泡打式 你现在不能吃 是吧 对 我这里还抓着马 如果说 那你肯交换吗 交换的话 嗯 白扫一个石呢 肯定很困难 双聚在 黑方可能会吃马 吃冰 吃冰之后 我觉得这个泡回了好了 对 或者说就回这里 先拦住你的G 可能接下来这边 炮打过去啊 挂中啊 就黑方 怕他点吗 应该也不怕他点啊 应该也不怕 点的话 可能是不是就能打出去 或者落个相也行 都能守住 反而是黑方这个少一个事 一个经历马 在边上 对 很困难 这样黑方就组织不了攻势 而且这个钓鱼马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许盈川的这个一时手软 给了黑方机会 许盈川始终太乐观啊 他泡八瓶酒 没有看到自己 其实这里的问题也很严重啊 他现在抓泡抓相 他不是抓 现在是挤住你 他这个鱼非常有用 我不动 你对我这里没有杀棋 对 那就可能是受了前面一部 这个泡八瓶酒的影响 这一部旗徐盈川又有点失误了 走了去四瓶七 意图肯定是要把这个相也先挪开 反正你鱼也不能吃 吃了我可以杀 但是同样是瓶明显没有 鱼四瓶六好 瓶到一个暗头 对 这个鱼瓶到了暗头 这个 尝量的 这虽然没杀 你这个泡 四脚泡就不能动 对 等于这部旗又有点失误了 那接连的失误呢 赵金城他也抓的比较准 杀四 举八瓶六 举八瓶六 哎 赵金城这位选手啊 说起来名不见经转啊 但是他是杀气很厉害的 对 这个黑方现在这个位置反而变黑的比较好了 红的好像都 你这个双七组不成公式啊 现在明显的黑方是优势了啊 对 如果说冷静一点的话 那 红方 肯定是应该要选择 把这个马顶回去的 这个马很可怕 对 就算浪费一步也应该这么下 等黑的马 试回去之后 再泡九金三 这样的话可能还是 还是差不多 对 还是差不多 红的机会还是挺大的 就我们有时候 这个下起所以迷入人生啊 对 我也一样的 你这个走错了 现在还来得及 对 一定要从每个当前的局面看 所以 他这个一再失误之后 寻穿 补了一个事 还是没有遇及到这个黑方的这个 这个马的厉害 还没有看到 那黑方眼明手快 巨头金吾 相当凶 这个巨尺中相是杀 他不要吃你这个炮 巨尺相绝杀 对 巨尺炮打了之后一吃 这边又是杀 还拖着这个巨 石还不能落 那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寻穿向三进一 补一手 那补一手之后 这个时候 黑方吓得相当的精彩 哎呦 相无尽三 非常妙 他这个这个飞向以后 炮往中间可以架 另外一个将来 撑死以后的降路头 也是一个凶招 马上助攻 非常好 那巨尺川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巨再出来 不让你加中炮 你中炮我杀 所以刚才这一步骑 居平这里 七路是最差的 对 那黑方杀起 感觉相当好 居住瓶酒 它是什么 这里一将 将来就还是要去吃中香 对 那这个步步吹杀之后 胡邦 这步相当是一步 败招 他放弃了 顽强抵抗 还可以下降 对 下降的话 不过黑方居住精役 那我再补试 对 那黑方可能在吃试 这个变得黑方这个杀起也很多 还是还顽强抵抗一下 现在这个不是 好像黑方已经应该入门了吧 我们看一下 黑方走的次序很好 先把相一吃 把你最后一道防线 现在是绝杀 一将下试 居吃中香 你补试 我居吃中试 对 那黑方 捞相 取救进二 红方是五退四 被黑方拒二平五绝杀 那么如果打马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完强抵抗还有可能吗 如果红方破打马 那黑方先一吃试 先一吃相 一捞试 再拒二平五挂一将 我还不吃你 方方不是 那这个时候 这个相五进三的妙处 就体现出来了 五进六 这个我们这小时候学期 这个穿心纱 这是叫 无论怎么样 都是回方营了 好 观众朋友们 走到这样的局面下 那许英才许大仙再厉害 也抵挡不了 小赵的灵力的攻势 应该说呢 这一局棋一路开局到终局 都是许英才领先啊 对 这盘棋如果许英才赢了的话 应该说他再获全国各能冠金 应该说是不难 对 但是呢 由于这盘棋一松以后 变成赵锦诚呢 他有这个机会了 也有机会了 他有机会了 他因为三胜一核 现在变四胜一核了 偏马领先 我们当时啊 应该说我们在观看网络的这个实况的转播啊 我结果海外的一些朋友也在给我打电话 他说这个选手小赵是谁啊 他是什么人啊 怎么这么厉害都在打电话问我 我说他以前呢 也是在南海大学呃 念书 应该说呢 我们上海队对他还是有所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全国的资历运动会上 他当时代表南开大学出政 把我们上海境外太相齐队啊 好像是拖住了 对 当时资历运动会的时候南开好像是第一名 他跟黄竹峰 对 结果我们是第三 第三 第二是 北京 北京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上海也是有切腹自痛啊 所以很多人问这个孩子你认识不认识 我说是年轻选手不太了解啊 但是呢 他的骑士相当的了得啊 我们看到了啊 今天这一句骑啊 本来他的确是有输的可能 但是到林门一脚 徐英川连续两个还手以后啊 哎 这赵景成啊 他这个攻杀 对 还是非常的凌厉啊 啊 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马我们说是叫什么马 钓鱼马 钓鱼马 对 你看玩家 我看了 这是银子吗 您知道你